比較簡單一點 我一邊有貼膠帶跟一邊沒貼膠帶的差別 就是我沒貼膠帶的這一邊容易滑來滑去 有貼膠帶的這一邊呢 在這裡就很容易就卡住 在這裡呢 你很難去卡住 它剛剛好 相對好 所以呢我都會貼的膠帶 那為什麼會在那個位置貼的膠帶呢 是因為我們有個叫Curboard Speed的東西呢 以後你們會學到 那一個呢大概前後壓的差距 所以我會在50米的位置貼的膠帶 那目前不在那邊倒很簡單 因為那邊呢 剛好李醫師在倒石膠 然後我只要石膠放下去它就會下降 所以呢 為了不妨礙它臨床的動作水平 先移過來水平 那我們在使用之前呢 就是把它 你們可以想得到的歸零都給它歸零 特別是在這個位置 那你們如果是屬於雙頭的 這隻拼雙頭的 哪一邊碰都OK 只是呢 這個是材料商的事不是我的事 這個黑色的面 記得朝這個School 那這邊有一條比較粗的 對準它 那有人會問我說那一條線比較粗對不對 你要對上緣還是下緣 我只能跟你講說 你喜歡就好 那如果它是一個平面的沒有上面凸這一隻的 那你們就是把它抓平就可以 就是到達那個位置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石膠 那在準備石膠之前呢 如果可以的話呢 再放個卡片會比較好一點 那因為呢 等一下我們會用個平面 那我們就先放放背後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會把這個放在平面 然後呢 因為呢 我們Mounting的時候 可以先放單二 單側 可以先放上二 或先放下二 那我們在Mounting的時候 要注重的大概就是在這個 我們放下來這個三角形的中間 大概 那高度平面大概是在這裡 那如果有卡片的就拿一張卡片 比較簡單一點點 如果我們這樣子看 這裡會有個縫 輕輕壓著它 前壓到後壓中間會有個縫 那個曲線我們稱為Speed 那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放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以這個平面為 跟這個橡皮筋的平面 大概是一樣就可以了 那你放下去它不會下沉 這才是重點 那特別像有人在那邊開震盪器的時候 就不要用高 不然有個牛頓的時候會去找你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還是稍微比較細一點點 很簡單 我都可以堆起來 那一定 我們剛剛有講的 就是我們希望 最後我們給它壓到一樣的高度 應該不太會塌 最主要是 我們這邊有 當初有發下去 三個白色的扣子 一扣緊它 二把這個黑色的條 放進去 那我個人呢 一會先會在這上面放 就是把它扣子的部分大概 不能說完全百分之百啦 就是把它扣子的部分大概 但是最少要比較確認它 跟你的石膏是有卡住的 石膏可以填到那個縫裡面去 最主要是這個動作放下去的時候 它不要踏到那個平面底下 如果踏到平面底下的話 就 會差很多 那要放下去之前呢 可以把這個三角形先拉好 那 因為我們 等一下做一個動作 它一定會跑掉 那 等一下 跑掉之後呢 你看我們這樣做 它一定會跑上來 所以呢 這個放下去以後 再把這個 披下來就可以了 就是 有可能你們會 手忙腳亂的 那 因為我現在 也會類似像你們所謂的 手忙腳亂 我現在做的動作夠慢 對不對 那後面大概就是確實在你要的位置 那個 Plat的正中間 那上下的Plat我沒放 接著呢 我們這樣一放是不是跟這個平面差很多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你就稍微蹲一下對不對 正石膏還沒印 然後 還沒set in 還有可以移動 那移動大概到我們要的平面 那接著呢 就把它整理好就好了 所謂的整理好呢 因為你們是學生 所以這樣 張張亂亂的 老師一定會忙 想辦法把這邊補平補齊 可以嗎 那這些動作呢 你們可以去水槽那旁邊用 那如果是說 萬一像這樣子 醜醜 但是它已經set in 就不要再用它 當你沒辦法移動它的時候 就不要去用它 寧可等下一次再調一些石膏 把外面弄好一點點 弄漂亮一點點 那如果說它還是軟軟的 你可以操作的情況之下呢 那你去操作它 如果有少的話 後來可以加 就是另外再調plus的再加上去 我現在就故意弄個很醜很醜的 那就是反正你們monting 最後要交的時候呢 盡可能的弄漂亮一點點 那我先說的 OD要求沒有那麼嚴格 你到保守的時候啊 就必須要用水渣時打 那因為剛開始 不要給你們挫折感太大 後面這邊轉角上來 這個軟硬度就可以開始用手給它磨 磨漂亮一點點 OK嗎 然後呢 這些動作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應該不用什麼做示範哦 因為我還是比較習慣在那邊用 因為這個下面呢 沒有水槽 所以石膏屑屑最好不要流下去 那邊的有沉澱槽 所以石膏屑墊的比較OK一點 不然這個直接下去就渡栽水管 等一下呢 20分鐘後再來我們幫忙 找適當的固定 三支 木棍或鴨舌板 然後用Staky Wax固定好 以後上下額的關係以後 再將Cluster放上去就可以了 好那要放之前 你剛剛有壓到 我現在要放就好 好那要放就好 你看看那要放就好 好那樣 我真的要放就好